好 欢迎欢迎理财 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公益团体 说实在了 天气很冷了 然后呢 他们也需要我们更多的温暖来支持他们 我们先欢迎一下我们台北市脊椎损伤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执行长 李和谦 李执行长 执行长你好 云芬姐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其实我们对于脊椎损伤基金会其实并不陌生 过去我们也有跟大家来聊过了 不过我们这边请执行长再跟大家聊一聊 因为我自己其实我出个车祸 然后我有坐轮椅啊 所以我对于那个就是坐轮椅的朋友们 商友们其实我并不陌生啊 因为坐了轮椅这真的很不方便啊 那我们是不是先跟大家来聊一聊 因为脊椎损伤的商友其实是蛮多的 这个基金会就在协助这些商友 而且第一个数量很多 第二个年纪很轻耶 是 是 就像云芬姐讲的 台湾目前有6万多个脊椅损伤的商友 那平均年龄才27岁 这太年轻了 这怎样大部分是车祸 像我那时候也是车祸 对 50%真的都是车祸 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庆幸 就是车祸之后我还是可以再站起来 可是有些人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是 如果他真的是脊椎损伤受损之后 原则上他变成一个永久性的伤害 也就是说他如果被宣判他脊椎损伤了 他就会终身要靠辅具轮椅来做行走 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50%是车祸 那其他有一些运动伤害 是 比如说有一些是比较特别的 从高处掉下来的 工作的 也算是一个工伤 对 工作伤害 那曾经还有一个案例是他梦游 然后从二楼里面摔下来 所以他只要是一个外力撞击 大概占了70% 所以70%的部分包括了 刚刚韵芬姐提到的就是职业伤害 车祸还有一些意外的撞击 甚至斗殴打架 他只要打到脊髓也有可能会变成 只要外力的部分大概占了70%到80%的程度 而且民众竟然有这么多6万多名 这也是超过我的想象之外 每年依据统计 每年大概会以2000到2500的新增的 新商友的数据一直在增加 那他确实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根据那个一个数据显示 脊髓损伤的伤有一年 对不起 一生 他可能会耗掉社会的成本是2500万 什么意思 这个数字的来源是第一个 他包括他花费政府的一些 医疗治疗的一个费用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部分是他可能要请外劳 他不能工作的消耗的部分 你的意思是这个 income跟outcome的部分 他全部加起来 包括医疗政府必须要补助他 必须要帮他做医治 然后长期的一个复健 然后他可能不能工作 他没有生产力 那其实他是可以的 只是在整个台湾的就业市场里面 他变成不是那么被看好 因为可能 他出门真的比较麻烦 因为我做过轮椅 他出门真的跟他妈祖宝要出顺了 很麻烦的对不对 真的 尤其台湾台北市还好 那在其他县市其实真的会更严重 就是就像刚刚提到的那个交通非常的不便利 对对对 可能要有家人的协助对不对 朋友协助 甚至你刚刚讲可能要有看护来协助 对对你就不能动嘛 是所以他们在就业上这也是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基金会在12个工作人员里面 我们有5个商友跟执障者 那个比例占了40%以上 那基金会想要做的一个东西是从本身自己来做 就是刚刚有提到那个就业其实非常困难 那为什么 他们都是有能力的人 他们是有能力的 这只是说腿不方便 所以我们很期待基金会在做的部分是除了直接服务以外 另外就是一个倡议 怎么样让整个社会环境更无障碍 怎么样让更多的社会企业去支持商友的就业 不一定商友执障者的就业 身心障碍者的就业 这部分其实都是需要去 可是过去不是有一些都有一些规定吗 就是你多少的企业必须要聘用吗 对对对一百个可能一百个需要有两个 那不瞒韵芬姐这边跟您报告一下就是很多的企业啊 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因为轮椅的需要的转弯啊工作空间比较大 对那很多公司他没有办法符合我为了给商友 或是给做轮椅的身心障碍者来做工作的时候 他环境可能要改造 可能你公司要有电梯要有斜坡 是整个配套的 所以他就可能宁愿被政府罚款 然后就没有评论 因为我要开金做这些东西 我不如就说干脆你不罚钱算了 是有可能 所以其实商友在就业上是相对非常辛苦的 所以基金会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就以身作则 我们在有限的人力里面 我们尽量的聘雇商友跟智障者 基金会其实刚刚有提到有五个 智障嘛 智障者 智障就是四肢嘛 对 肢体障碍 肢体障碍 他可能不是商友 可是基金会是包容的 就是在五个里面我们有三个商友 就脊椎损伤商商友 另外两个可能是小孩麻痺 新天疾病 但我们还是聘用任聘 因为他们其实很优秀 当然 他们在工作能力上等等这些期 非常优秀 等一下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是很着急 因为看新闻都出来了 说你们发不出薪水了 就是我觉得 当然我们希望做社会公益 可是很多的志工或你们专业的 也应该要有正常的薪水 那现在连薪水都发不出来了 只能做半薪了 财务的状况是这样子 真的是这样 因为第一个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第二个部分是 基金会在做的 除了直接照护的以外 在台湾的捐款的募集上来看的话 可能做老人的 做儿童的 相对来讲都比较好募款 平行而论是这样 脊椎损伤 基金会在做这一块 做直接服务的时候 第一个是我们尽量的去做 第二个部分是 有很多东西是必须要去做倡议的领头羊 他可能相对来讲 不是直接把钱用在商友的身上 可是如果举个例刚刚提到的 整个就业市场对商友 友善 不友善 要不要倡议 要 交通 台湾的交通 地球人广 那他摩托是这么多 所以相对的跟国外比起来的话 交通事故其实高很多 如果能够减少交通事故 也可以降低一些因为事故 然后发生这个状况的人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分享更多 好我们现场的是台北市脊椎损伤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执行长 李和千里执行长了 我们刚有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社会福利公益团体 其实大概受到疫情的冲击 那么募款上面都非常的困难 可是我觉得如果说连专业的工作人员薪水又发不出来 这真的是很大的压力 而且要过年了 不过我们现在有聊到 就是说这些人其实他们都想工作 可是没有人敢录用 而且你刚刚讲了 就是说基金会很难说得很清楚的原因 是在于说很多的企业宁愿被罚钱 他也不要说我花那个钱 然后我把电梯改造 然后我把所有的通路都改造 搞不好连厕所都要改造 任何一个通路 只要他们能够经过的地方都要改造 对啊那我花这么多钱 那还干脆跟被政府罚钱算了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需要倡议 因为每个人都有工作的权利 养活自己的能力 是我想跟各位听众分享三个故事 就是基金会真实的故事 基金会有总共目前来讲十几个人 其中有40%刚刚有提到 有三个商友跟两个不是商友 但他是智障者也就是弱势的人 那我想要分享这三位同仁 第一个叫Peggy 他40岁 他在17年前因为车祸 一样车祸 然后颈髓 也就是说从颈椎以下 他的手脚啊 他的脚当然都不能动 他手其实也是萎缩 可是他现在当我们的行政助理 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的一点是 我把东西交给他 他现在目前负责的是 所有捐款者的资料的key in 金流 所以他打字OK吗 他打字 他手已经委屈了 对 他为了克服他打字的问题 他手委屈的情况 他拿了辅具 去把他打出来 包括他写字也要拿辅具 可是你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商友 他在做他的工作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那个生命力 再者他把我们交付给他的这些捐款收据 有这么多 然后资料 他还会主动帮我们做捐款的分析 就所谓的CRM 客户管理资讯的分析 所以对我们来讲 商友他们在珍惜这一个工作上 他们是很努力的 这是应该我们要给他工作的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他叫小华 他才30岁 如果您看到他的之后 你会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他才27左右他就受伤 一样是车祸 车祸 27岁就受伤 三年了 那他在家里其实一直走不出来 他有一次到基金会来 因为我们想要找公益行销的公关人员 那一般的公关 对一般的企业来讲 他一定要会最敢跑跳碰 能够搬东西 能够主持 能够发新闻稿等等很多 可是对 他现在是我们的这个公关行销助理 对他来讲 他具有这样的特质是 第一个他词语表达非常流利 第二个他非常 他逻辑思维很清楚 所以在媒体的专访 甚至我们带他去做网路直播 你可以看到他就是一个公关人的特质 可是其实他 他做轮椅 所以他很多受限 但也因为从这里我们看到他的特质 能够要提的部分是说 其实很多商友 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能力 而且他们需要社会参与啊 不能躲在家里啊 对 可是一开始真的都走不出啊 尤其一个漂亮的小女生 其实他们这些都是很年轻的 他们通常没办法去面对 可是当我们基金会开了一小扇门之后 他开始就可以展现他自己 所以听众可以上我们基础水商基金会的FB 可以常常看到这些商友 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 他们工作是有多努力 他们就是这样努力的去做工作的付出 所以刚刚韵芬姐这边有提到说确实我们在去年的11月 不瞒各位提基金会确实在财务上发生了一些困境 因为长期的累积到跟这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11月的时候叫持付 因为这些商友他们都靠一份薪水 所以我们不希望用减薪 不希望用其他的方式 而是先跟基金会一起度过难关 然后我们再过年前再把这个费用 再把他补回去 再尽快的去募款 想各种办法把他补回去 那目前我觉得很多社会大动的支持 现在那个股市前任每个人都有赚钱 你募款也这么困难 当然有赚钱的就麻烦捐一点钱 对 对 而且你看他们这么年轻的一个岁月 你总要给他一点鼓励 我觉得他们愿意工作 他们愿意 只是说我们刚刚讲了 企业不敢雇佣他们 因为他要改变一些设施 要花大钱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先去做倡议 第二个我们要让他们有个薪水可以领 对他们其实不是受助者 他们是可以有能力贡献的人 所以基金会的一个概念 一个理念一直觉得说 商友不一定是永远的受助者 他不是外脑或脑部的损伤不能工作 他只是下半身不能动 可是他的思维 他的情绪情感 他的那些能力表达都是好的 他只是身体不能动 下半身不能动 其他底下 其实有很多 所以我们可以让他做很多的事情 包括网路设计 对 然后广播 像我们现在最近开始跟 如果听众应该都会知道一个叫亚如 他也是商友 我们想要一起来做一些宣传 让大家更知道怎么样让这个倡议的事情 让更多人去理解 然后让社会的无障碍的环境去做更多的改变 不会常常看到 最常看到的就是无障碍的停车位被占用了 可是其实没有罚 几乎很难有人去检举也好 去罚也好 甚至你去检举他 你也可能还会被骂 真的吗 不是很多检举达人吗 检举魔人吗 要检举一下 希望他们能够站出来 因为对他们来讲 那个无障碍的停车 其实相对很少 尤其在台湾来讲 那现在因为大家经济比较好了 所以商友在开车的部分其实也蛮多 不一定商友生活不方便的智障者朋友 可是常常我们基金会接到一些困境的电话是 你看无障碍的厕所被占用了 走出来的是什么样 可能是一个直立人 然后我的停车位又看不到 我们每次要停的时候 就被一般的车占用了 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去社会的一些举发或警察的执法 它是一个被动式的 真正主动的是 如果我们一般社会大众有这样的概念 你就是不要去占用 你走远一点去停 我觉得它是一个解决招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基金会一直在做倡议 一直在做倡导 怎么样去改变整个让友善世界 有你有我 所以这也是基金会的一个slogan 对因为我觉得第一个要协助他们就业 然后跟社会有一些连结 然后他们有这个生活的目的 跟生命的尊严 因为他每个我们每个人都有工作权的 不能因为我今天受伤了 然后我就把这个工作权都没有了 所以这真的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去做沟通了 没错 如果他们有工作 其实那个自信就出来了 对真的如果有工作的时候那个自信感 他其实可以可以发光 真的是这样 那现在我们有看到了 就是说当然你们的财务受到一些压力了 然后也需要一些募款 然后需要一些志工 对不对 现在状况如何 现在因为活动可以多一点了吧 就活动量可以增加一些了吧 对我们现在的经过11月之后 12月新闻的议题也有出去 所以相对包括很多很多的三星人士好朋友 不管新旧捐款也都慢慢慢慢多起来 那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 基金会看的比较远是怎么样去创造 自己能够去自力更生 这个很重要 就是你自己要能够养活自己 这很像社会企业的概念 就是不能够只靠募款 那自己能够站起来 这很关键 我们待会讨论好不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好 这里是I Like Radio 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我们财团法人脊椎损伤 社会福利基金会 刚我以为他们是台北市 他们说没有 我们现在已经是全国了 是全国了 那因为也做了一些整合 希望往这个社会企业的一个方向 可是说实在的 就是如果商友们都很难找到工作 然后其实你们需要很多的资源 去媒合工作 然后去做一些辅导 那然后还要再来 这个烦恼操心的事情 真的还是蛮多的 我们刚刚在广告时间 其实也在聊 就是说不是只有找工作的问题 他找到的工作 能不能通过试用期 他能不能找到这个房子 都还是大问题 怎么这么复杂 他真的是一个一条龙 一个脉络的一个问题 刚刚也分享一下 那就是说商友他如果不容易面试到的一个新工作 那这个企业也有心要让他来做 可是对企业来讲 他们也必须会确实会去考量到 我们有任用过做轮椅的商友 或是执帐者的时候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 他跟其他的同仁 跟环境能不能协调 那环境适不适合他用 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倡议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以基金会来讲 我们有一个苏俊 阿俊他从台中上海台北上 要来上班 他面临到的第一个问题是 台中到台北来上班 对 那他面临到第一个问题就会是 那如果试用没有过 他租的这个房子 他可能因为我们一般去租房子可能是 签个约我就进来了 有没有无障碍无所谓 可是对商友来讲 他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他租了这个房子 他一定要去租无障碍的 那他能用的 那因为我们坐轮椅跟站起来 直立人的那个高度都不一样 对对对 你的煮饭的东西 你洗澡的东西 你的床 对 这些角度 还有他的无障碍的设施 其实都需要改装 包括刚刚我们一起聊到的 厕所就好 厕所他轮椅要在里面回转 就会比一般的这个空间要大很多才行 然后你的马桶要有一个辅具 撑得起来 然后按钮等等这一些 他其实都要经过一个改装 所以很多商友他们最大的一个困境是 他如果找到一个面试的机会 他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租屋的部分 所以基金会默默在做这一块 我们有做租屋的补助 其实每年都花了很多钱在做 商友只要他是商友 我们就他只要有 确实有一个工作的一个证明 我们就给他一个租屋的 一个期限的补助 帮助他不要负担那么大 还没有工作之前 还没有收入之前 你怎么去处理这一块 第二个部分是基金会也努力去做了一个所谓的积善之家 积水的积 善心的善 积善之家 我们取名 我们就是把租了一个可能一整层的 或一个房子把它进行改装改造 这个费用基金会出 好了之后我们提供给这个要工作的商友 来让他们能够优先的来住 那一旦他们在试用期 至少能够方便他们在试用期这段时间 或短期半年到一年时间 他如果能够顺利的拿到工作 那他们有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财力去外面租 那再把这个积善之家 再留给下一个 就传承一下 因为凭心而论基金会没有那么大的经费去建很多 对就成一个赞助 赞助赞助 所以基金会没有办法 暂时住在这里 找到工作之后 你可能就有余力去找到适合你的房子了 是是是 然后再把这样的一个积善之家的 无障碍的居住环境的资源 给下一个新的工作者 那这是基金会在解决商友的这部分 那另外经费的这个急难救助的补助 也是我们常常在做的事情 看似只是钱的发放 事实上他后端的衔接 包括他各商友跟家庭 其实有很多是 真的是基金会默默在做的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你怎么样走到社会企业这一端呢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因为需要协助的人真的太多 基金会现在有两个尝试在进行的 社会社会企业 第一个部分就叫做通用无障碍 那他做的其实就是帮助商友 或是执上者做居家的环境的改造跟设计 我们希望因为只有机会损商 最懂机会损商 所以怎么样去拿到最便宜的费用 怎么样去设计 或用最最简单的费用去改装 那这个钱如果你去找外面可能是很贵 或者是讲不清楚 讲不清楚 也不能提供因为外面的设计师可能是对一般人之利人 你刚讲高度都不一样 高度都不一样 你的洗碗盘这整个桌椅 还有你的烘碗机 洗衣机床都不一样 所以基金会的第一个社会企业就是这个 那第二个就是新生命资讯 就是刚提到很多企业 他们可能不想花钱 让政府罚款没关系 所以我们就成立新生命叫做代聘代管 我们希望我们帮这些原本要被罚款的企业去找到商友 然后说服他们跟他们讲这个钱 企业你们来付他们的薪水 那我们帮你代聘代管 来我们这边上班 那至少把这三方的问题解决掉 企业你一样付基本工资的钱 那商友有 薪水可以赚可以工作 那基金会没关系我们牺牲 我们来做代聘 聘他代管 让他们有机会 否则这条线就会断掉 对 我觉得很感动 我们有个听众朋友说 他说用孩子的名义 然后要做定期定额的小额捐款 给孩子生日一个不一样的生日礼物 就帮助需要帮助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言教跟身教 对 也许我们觉得吃一顿大餐 或吃一个生日大餐 买个蛋糕 这都是我们平常家庭 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可以省下来 你自己又不用担心 你自己变胖了 然后还可以帮助到基金会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然后另外有人讲说 很多人会占用无障碍空间 很讨厌 可是他们也发现到说 有很多的 这个身障厕所的扶手 已经在摇晃了 很危险 要去通报 然后因为意外 要造成的脊椎损伤 真的就是一辈子 真的是一辈子 真的是需要协助的 不过我们刚刚也讲过 现在基金会 其实需要 募款也需要志工 对不对 现在需要哪些的资源 我们真的很希望 有几个部分 我们第一个是持续社会大众的一个定期捐款也好 单次捐款也好 那我一直觉得捐款是一种投资 我会把它定义为投资 就是你信任基金会 基金会越大越健全 就像一个母亲一样 那商友就像孩子 母亲强壮有奶水了 我们的孩子才会长大 所以我一直觉得 捐款它是一种投资 所以希望社会大众能够持续支持基金会 基金会的曝光可能不是那么高 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机会 像今天就很谢谢 韵芬姐给我们机会来做一些宣谈 因为我断过腿我知道 可是我真的觉得很难过 就是说 有些人是真的再也站不起来了 因为我觉得我很庆幸 因为没有伤到脊椎 还可以再站起来 不过站的过程也很痛苦 对还要复健什么的 所以还是恳请各位社会大众 虽然基金会的曝光没有那么高 可是我们真的在默默在做很多事情 那当然也希望如果有企业听到 基金会基础损伤社会福利基金会 也希望你给我们一些机会 比如说你们要捐钱 结税或等等这些动作的时候 你可以把基金会当成 可以赞助的名单之一 不敢说一定是基金会 但是可以提供贵企业一起来思虑 是不是有机会把基金会 列为我们成为你们的捐助单位之一 那最后一个是志工 基金会也期望有很多退休的社会人士 有各式各样的技能的或是资源的或是人脉的 我们都欢迎你或许不一定要亲自捐钱给基金会 可是如果透过各位的资源人脉跟技能 如果能够帮助基金会 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棒 因为我觉得人就是当你觉得你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是富有的 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觉得 我常常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捐钱其实最容易的一件事情 你大概省一个大餐就可以了 对 可是捐人的话 再把你的时间捐出去 把你的经验值也要捐出去 人捐出去的经验值捐出去 然后去协助 我觉得那个更感人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钱的就捐钱 那有时间的就把自己捐出去 对我觉得在天冷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温暖的力量 真的 然后特别是我为什么敢开口 因为大家投资都有赚到钱 然后钱要让钱有灵魂的一个出处 然后让我们社会更美好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我们舍不得你们发不出薪水 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帮基金会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李河千里执行长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执行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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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